朋友们好啊 继续和大家分享新版的实书实说 我们昨天说 毛主席见过以后对林彪的关心爱护 既厚望到了那种程度 但是呢 一身静气的这个林彪 还是在那安安静静的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大门不出 二门不入 直到1958年 中共的八大二次会议 毛主席提议 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 曾补林彪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中央副主席 这是1958年 真是中国政坛第一大事应该说是 林彪于是就进入到了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七人团 排行老六 毛流周朱陈林彪 他不仅增补进了常委 还一步又越过了八届一中全会的时候 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的时候选举的毛流周朱陈彪的邓 成了中共第六号人 你要想啊 两年前的时候八届一中全会的时候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诞生的时候 朱陈彪那时候还依旧是政治局委员 但你要 但你看看这不到两年的功夫 也两年不到两年时间 他竟然 屁如鸡心 后来居上 连脚尖都没垫 就超过了这邓亚平 那你说 这身高是不是太重要了 是不是 那么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林彪回来了 林彪不仅回来了 回来了的林彪 林彪还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 属于他自己的极富林氏风格的政治大戏 作为一代天才的军事家 林彪又登上了新中国的政治的舞台 从此也开始了 全新的 他和毛主席之间的 关系 1959年到1971年 913之前 这个区间内的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 总理兼国防部长 同时呢 还有更大一关是中国中央副主席 那我林彪呢 应该说从59年到1966年这个区间里 林彪以他优秀的政治秉赋 和一系列的不创新的富有林氏风格的政治作为 不仅博得了全军 全党的中心的拥护 而且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极大的肯定信任和褒奖 1960年代的林彪 那个时候他在中国人解放军中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威望 应该说 是林彪一生中最高的 您可能说不对吧 林彪后来九大当了副主席 结完人了 不是最高的 不是的 你要知道九大林彪政治上似乎是最高峰的时候 多少人在恨他 在骂他 在诅咒他 就是他在人民心中的威望 那时候 不生反将 而林彪 在军中 在党内 威望最高的少 除了个别的像特小平和彭真这种 这林彪的肃敌 肃敌 个别的这些人之外 文化大命之前59年到66年之间的林彪 在党内和军中的威望 威望那是最高的 最胜的 最胜的 几乎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完人一个呀 多少人在那个期间对于林彪的认识 评价 包括我们家的老人 那都认为那个时候的林总 那就是完人 古今完人一个 可不是像现在官方正史说的 改开以后几十年的官方正史一说起1959年以后的林彪 那就是一个词 就两个字 就是罪恶 把林彪给骂的 几十年如一日 这五十年了 把林彪给骂的 一无是处 一身窗巴上的感觉 就像他妈的这个八年代初 戴小平跟这个 这个外国记者接受采访的时候 人家问他给江青打多少分的时候 戴小平说零分以下 戴小平对林彪的评价一个样子 你说这些他妈伪伪物主义者 伪伪物主义者 时间历史的空间一拉开 时间一拉开 你像邓小平这样的人 对林彪也好 对江青也好 这种评价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评价者 这个邓小平 那龌龊的心里 他那点想心底的空间 连个妈咋都跳不动 连个跳走都跳不高 小人 小人终究就是小人了 官方证实 59年以后的林彪的评价 主要是诟病他所谓的三件事 第一个呢 说林彪为了迎合毛主席 也为了自己的这个政治野心 在1959年的庐山上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最后取而代之 当然这是屁话了 这是肯定是屁话了 林彪还想取了代之 59年的时候 林彪是中国中央副主席 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他何必为一个国防部长的序名 国防部长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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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分 是不是 还有 刻意的去 这这这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然后取而代之 荒唐吗 有这样的吗 有这样的吗 取而代之 你得进一步是不是 你得官升一级两级的 这叫取而代之 你不能说林彪取救 为中央副主席 然后去他建议国防部长 主持一家军委工作 就成了他 要取彭德怀里代之 这是官方证实 诟病林彪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说林彪在1962年年初的 七千人大会上 为毛主席护断 毫无原则的对毛主席 歌功颂德 而至大跃进的灾难于不顾 这是 涉及到了1962年初 七千大会上林彪的 著名的那个发言 第三 诟病林彪的第三件事 说他在1960年代 掌军期间 提出了一系列的 突出政治的 所谓的形式主义的建军思想 并且呢 付诸了军队的建设实践 把毛泽东思想给庸俗化了 我觉得啊 我觉得官方证实对林彪的 这个 诟病的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 这就是玩笑 我们就不用理他了 但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 还恰恰就是林彪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需要大书特殊的两件大事 所以官方证实 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官方证实看你怎么看 看你脑子里头 或者你肚子里头 积攒了多少东西 你积攒的东西足够多的时候 你从官方证实里头 包括你看新闻联播 你都能反着看 并且能够看破 看通 看懂 这新闻联播背后的故事 看中共党史也一样 官方证实诟病林彪的三件事 后两件 那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未来的中国人民讲华军史 未来的中国历史 都要大书特殊的林彪的两件事 我相信 我相信未来的历史 会正这个本 清这个愿 而官方证实对59年以后 到66年之间的这个林彪的 诟病了这三件事 你看吧 每一件事都和毛主席有关系 说庐山上是逢迎毛主席 七千人大会上呢 是为毛主席护短 这个掌军期间提出的 这些所谓的建军思想 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复化 那么我们就要问 我们现在回头看 我们就要 追究一下 这三件事 到底 是怎么回事 明天开始 我们刨根门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